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丰子凯为了避免触及政治热火上身 他推掉了人民日报的约稿 他还把以前的稿费都交出去了 可是在中国你不搞政治政治要搞你 他这样做能保护他自己吗 在1966年6月 上海中国画院突然出现了一张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大字报 批判的对象就是风子凯的阿咪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继续为您讲述著名漫画大师风子凯的故事 他还是没躲掉 不但没躲掉呢 还被文革工作组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判对象之一 一时间呢 反动学术权威 反动革命画家 反共老手 等等等等 还有什么漏网的大右派 这一大堆帽子就给他扣上了 这么多距离啊 是啊 接着风子凯就被勒令天天到单位接受批判 交代罪行 还被无故的苛刻工资 时不时的呢 被关进牛棚 游街批斗 到了年底呢 风子凯的日月楼也被盯上了 因为当时呢 上海防管所的这个造反派霸占了他们家的一楼 还强迫他们低价变卖楼下的家具 怎么这样呢 是啊 风子凯一家人十几口啊 只好挤在二楼和三楼 不仅如此 中共还对他进行了非法的抄家 家里的电器 字画 书籍等等 统统都被抄走 光是书画这一项呢 就装了满满的四大箱 家里的存款也都被搜刮一空了 这些东西都是他一生的心血啊 那风子凯怎么办呢 哎 这个风子凯从此呢 他的命运呢 就非常的凄惨了 1969年的深秋啊 风子凯被下放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 有一次啊 他的小女儿风衣银 带着一包冬衣去看父亲 他来到生产队呢 看到一块棉花地里 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那里正在埋头 缓慢的摘棉花 他就走上前去向老人打听他的父亲 当老人抬起头来一看呢 原来这个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看着眼前父亲的憔悴的脸 而且呢 胸前还挂着一只破旧的棉花袋 当时那一幕啊 小女儿刷一下子 眼泪就流下来了 嗯 看着好心酸呢 父亲呢 反而还安慰女儿说 自己过得很好 风子凯说 别人过得惯 我也过得惯 我们抗日战争的时候 逃难的生活也过来了 现在就当逃难嘛 风子凯挺会想的 如果当时他想不开 还怎么样去度过这个艰难的岁月 嗯 那是 当时呢 风子凯被下放到 劳改的这个环境当中啊 非常的恶劣 他住在一所低矮的农舍里面 睡在潮湿的泥地上 铺上的这个稻草的上面 屋顶呢 还有一个大洞 沿东一到啊 雪花就从屋顶的破洞里 飘落在他的身上 这怎么住人呢 所以风子凯只能是合一而睡啊 他门前有一条河 这条河呢 就成为了他洗脸的地方 看到女儿难怪的样子 风子凯 有风趣的劝女儿说 地当床 天当被 还有一盒帮的洗脸水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 无尽藏也 他挺会自嘲的嘛 嗯 就是他呢 这个非常有这种 在这个困境当中 这种乐观的心态 那后来呢 后来呢 这个造反派 竟然拿他的画去说事 还制作了什么 打倒美术家 反共老手 风子凯之类的 这个专刊去讨伐他 那风子凯是什么反应吗 风子凯反而非常超然的 去面对这一切 他说 这些猴子们批判我的画 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欠缺 却出来批这批那 往往使人啼笑皆非 所以呢 我也就太然了 风子凯还那么幽默啊 是啊 是天性使然嘛 当时的造反派啊 完全不顾风子凯 年迈的身体 强迫他爬上梯子 张贴自己的大字报 还把他按在地上 然后强行的在他背上 浇上一桶热浆糊 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 要他跪着往前走 而且呢 时不时的在半夜三更 闯入风子凯的家里 把已经熟睡的风子凯 拖出去游动 还硬是剪掉了风子凯 续了几十年的胡须啊 面对这些无休止的羞辱 批斗 风子凯呢 却总是能处之泰然 嗯 他把关牛棚呢 当作参禅 把被批斗呢 看作是演戏 半夜被游动呢 他却说是 浮江夜游 他怎么那么好玩呢 是啊 呃 这个当时造反派的人呢 搞不明白 风子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 所以就在批斗他的时候问他 你为什么信佛教 风子凯说 佛教是众人信 不是我风子凯信 佛教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风子凯的女儿 风一银说 正因为他爸爸信佛教 想得开 所以呢 在对付这场空前的劫难时 还能撑得住 嗯 没错 可是他还能撑多久啊 年迈体衰的风子凯啊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 和政治高压环境下 还必须每天进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精神上还要不断忍受着无休止的折磨 最终啊 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炎 后来呢 竟转成中毒性的肺炎 一连几天都昏迷不醒 他不会就这样走了吧 风子凯还醒来以后啊 竟然反复的问家人 我有病了吗 我有病了吗 今后是不是可以留在家里了 医生检查出他的这个肺结核复发时 他竟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可以凭借医生的这个病假单在家里休息了 嗯 这样他就不用去劳改了 是啊 这时他的腿部呢又受伤 而且呢只能是卧床休息 当时啊 这对风子凯来说 这场病反而是让他因病得福 因为他最起码能够回到家里 这就是他最大的福气 对对对 也就是因为生了这场病呢 风子凯的艺术生命却复苏了 他想要找回属于自己的世界 所以就卧在病床上 开始大量的阅读古典小说诗词 每天早上呢还坚持临摹悲贴 在重读《红楼梦》之后 还写了《红楼撒勇》三十四首诗 嗯 后来呢 他不顾病体 不顾儿女们的劝阻 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 着手画《护生画集》的第六集 他的《护生画集》第六集 是在这个时候画的吗 是啊 1971年随着病情好转呢 风子凯又开始加大了 他的写作绘画和翻译的工作 这时呢 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 他喜爱的日本古典文学翻译上 短短的几年 风子凯就拖着病体 翻译出了 落挖物语 《竹曲物语》和《伊式物语》 这三部呢 十世纪的日本的最著名的古典文学剧著啊 嗯 而且在这期间呢 他还亲笔完成了 有33篇的这个散文作品的著作 《圆圆堂续笔》 在1973年的年底 风子凯终于完成了 曾经对恩师的承诺 画完了《护生画集》的 最后一集的一百幅画 这与他送给恩师 第一集的《护生画集》 中间的创作过程 整整相差了45年呢 是啊 差不多是他的大半生时光啊 当时啊 由于风子凯的名气非常大 他的大字报只要一上街 他的家属 亲戚朋友 还有那些仰慕他的人 都会跟着受牵连 他们也都会备受折磨 真的 是啊 胡志军呢 是风子凯的私塾弟子 因此他收藏了很多 风老师的画作 在文革中 当他受到冲击和追查时 他万般无奈的 含泪把老师的画稿啊 全部都沉入了江底 那他怎么面对风子凯呀 后来啊 胡志军他觉得非常对不起老师 没有保护好老师的画作 所以来到日月楼前 跪在老师的面前 失声痛哭 我对不住老师 未能保全您的画作 那风子凯是什么反应啊 风子凯呢 当时安慰他说 不要难过 如此大劫大难 谁有本事逃得过 只要人不死 就是大幸 我不死 还有手 我还会再给你画的 是啊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伤 是啊 从此以后呢 风子凯不顾虚弱的病体 坚持作画 他让胡志军 每周来取一次画 每周 风子凯总会给他一个 装在信封里封好的 这个两幅画 让他带走 每周如此 一直坚持下去 从来不间断 不到两年时间呢 胡志军就存了老师 七十多幅的画 直到一九七一年的秋天 风子凯送给胡志军 一个亲手胡志的大信封 上面用铅笔写着 壁肘自珍四个大字 旁写四个小字 胶至君藏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这里面呢 装了七十多幅画 还有其中有一张纸条上呢 写着风子凯写的字序 文中写到 金老矣 然旧作都已散失 因追忆话题 以心绘制 得七十余真 虽甚草率 而比例反胜于西 因明之曰 避肘自珍 交爱我者藏之 今生化缘 尽于此矣 所以呢 壁肘自珍里面的画 竟成了 风子凯一生中 最后的画稿 这就是风子凯的绝笔了 是啊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风子凯饱受苦难 终于在第九个年头 被无情地打倒 1975年八月 他因患肺病 住进了医院 同年 九月十五日中午 十二时零八分 风子凯 在上海 与世藏死 享年七十七岁 真是好晚期啊 嗯 一直陪伴 风子凯走到人生 最后岁月的小女儿 风一吟 对父亲的死 一直都是无法释怀 他说 我说文革该死 如果不是文革 他还能都活好几年呢 风一吟还说 最后到上海华山医院 还不让他住院 就把他丢在观察室 因为那个时候 是牛鬼蛇神 他就死在那里了 哎 文革呀 把天使都变成魔鬼了 是啊 风子凯啊 生前曾经说过 我敬仰我的老师 红一大师 是因为他是一个像人的人 做一个像人的人 这就是风子凯一生的追求 他用生命 完成了他一生的追求 风子凯死生无憾 听众朋友 著名漫画大师 风子凯的故事 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北大才女林昭的人生故事 欢迎到时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都回来